写法 如果你要再增加一个 你就是直接 再拖拉一个按Ctrl键 反正就是复制工作表 OK 复制一样的工作表 只是说写法不一样 所以你每一个每一个都会有不同的写法 那其实VBA的写法 我比较参考逻辑 有点像是用那个 Interract的写法来写的 Interract的写法就是说 第一个当然我们是先 去抓什么呢 抓到那个 我们的位置 那个位置的话基本上是 Ctrl跟Raw 这个就是第几列 哪一列 这个应该是 Ctrl剪掉2 如果这边多一个瓜 OK打勾 第2列 2345然后到33 意思说 B前面在串一个B B2 B3 一直到 一直到B33 那前面的话你就串一个那个 B的那个 栏位名称就可以了 OK所以就会产生那个我们需要的位置 然后直接去抓这个位置把资料抓过来 那其实我BBA逻辑跟这个比较像 也就是第1个 我会跑两个回圈一个是列回圈一个是蓝回圈意思说forI等于第2列到第9列 第2个是forJ J的部分的话呢 我是从第 这个是第4栏 456789 4567到7 所以4到7 那也就是说先确定一下我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里面呢我需要抓哪个位置的资料 那我再用range 去抓这个资料 把这个资料呢 丢到这边来 OK 那这个地方大概逻辑这样 然后我们怎样去撰写这个BBA程式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demo BBA 当然一样会有个清除 启用 清除然后一个是 人事资料这个是 就是把他抓过来 清除 清除应该不用讲 清除反正就是里面知道把清空 这个人事资料 那程式怎么写 其实呢就是我刚刚讲的 E For I 等于 第2到第9列 For J J指的是蓝的意思 第4蓝 到第7蓝 那意思就是说 从这个范围里面 第9 有没有这个范围先把它 先框起来 那这个 接下来做什么呢 后面的东西 帮我写到前面来 所以我要 写什么东西呢 有点像是 Indirect Range 不过我是用Range 其实Range 跟那个Indirect的函数还蛮像的 那也就是说 Range后面 有没有Range 后面也是一个文字 如果你给他的是 B2的话 他就会帮你把 B2东西 抓到 前面这边 这个前面意思指的就是说 哪一列的哪一蓝 那意思是说我现在指的这个位置 我就把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 所以呢 你会发现呢 B 这个跟刚刚印的Range很像 and 也很像 有没有 J的话呢 基本上 就是刚刚有点像刚刚那个column 有没有 我们不要用一个column的函数吗 去抓到哪一蓝 那实际上抓到哪一蓝就跟这个J的用途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这个I的话呢 实际上指的是哪一列 有点像 我们刚刚用到Raw 用到那个Raw的那个 函数 也就是抓哪一蓝 哪一列 然后把它串接在 所以 J-2 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 因为我从4开始嘛 所以减了2之后就是 剩下2嘛 对 所以这边的话2 那加上什么呢 I是从2开始 所以2-2的话呢 那就0嘛 0乘上4 还是0 所以串起来就是Range B2 B2不就是抓这个资料 抓到哪里呢 抓到我指定的这个 储存格 把它丢过去了 但是还是会有什么呢 前面的那个 不要的字 所以我们怎么切 那不过切 因为在 那个VBA里面 repress用法跟那个在 Esser函数里面不太一样 所以我还是习惯用Mid Mid什么呢 把它给我的东西 我切什么 一样用LEN LEN指的就是说 我从第几个字 从第1列里面的追栏 意思说我那个这个指的是 我那个标题栏的 位置 长度 从长度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加额 因为基本上他抓的位 抓到的 位置 你还要再往后一个冒号 再加上后面那个制裁式 所以这边会是加额 后面 后面这个99 跟刚刚那个道理一样 反正后面东西我全部都抓 抓过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我们这边设个中断点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这个IJ 指的是第2列的第4栏 就是这个储存格 放什么东西呢 把后面这一串 计算完等于2 就B2 所以 把B2东西丢过来 但是他这边 丢过来东西呢 会是什么 前面有入职时间 那我在利用Mid 把这个里面的 这个总长度 这个里面东西 就是 第1列喔 特别是一定是第1 所以这个 这个是1喔 OK 然后呢 加2 等于是第4个字 第5个字第6个字以后呢 全部帮我切出来 所以 再执行 就剩下入职时间 其他的部分的话都一样 所以把它执行 这样就全部完成 OK 所以BPA 他的概念逻辑呢 跟那个In the Race 还蛮像的 所以这里的 我想程式部分也放在 云端上面 那 这个给各位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呢 最后 刚开始我有提到有一个那个 同学问的那个问题 多重条件的那个 简核范例 那我有想到一个制定函数的 解法 不过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就先把那个 这个 方权 先把它放在云端 那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 上去看一下 基本上 很简单啦 插入函数里面 我有写了一个 叫减合条件的一个 制定函数 那当然这个制定函数里面 其实就是 根据同学的那个问题 所以要给三个条件 年龄 保额 年收入 按确定之后 答案就出来了 我试过了应该完全符合那个 同学要的那个逻辑 只是说呢 他写出来的东西 真的 逻辑非常的 多 主要是这一串 方权 里面的话基本上先判断什么 他是不是大于 20岁 20岁以上跟以下 分成两个部分 然后呢 在20岁以下 又分成是不是 14岁 以下 跟15到20岁 另外的话21岁 41岁 跟66岁又分成三个逻辑 分别判断 不然说真的 你如果用Excel里面的函数来做 应该还是做得出来 只是 那个if 恐怕一串 恐怕 不是非常好解 用VBA真的比较简单 那我做完之后我只要 在这边插入函数 答案就出来了 提供给各位参考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就先 讲到这里 那下个礼拜 我们大概有在一个段落了 然后 我们再来 圈选一下 看几题吧 OK 所以 回去的话还是尽可能的 云端上面都有各位 上课之前我们上课的 相关的资料 还有影片 然后回去还是要稍微看一下 今天先到这里 哦 然后